政務院賭裁 那麼到今天就清楚的看得到 他的眼中沒有國會 我們國會議員都沒有被告知 指責任的立委也差不多 世界有公司嗎 也都沒有投資 世界要跟我們講嗎 也沒有跟我們講 沒有任何的數字 只是憑著這些他們的決策專員 他們做這樣的決策 這誓國會如乎 誓人民如乎 這是第一個我想強調 那麼第二點 我們黨團再次的重生 人民的健康 不可以用任何的政治利益來交換 管他換到媒體A 或者換到什麼什麼TA 我們通通沒有辦法接受 正是過去民進黨在 在贏的時候 所要再再三的強調 我們這裡面太多的圖片 都可以看得到 他們寫的是什麼 只有零檢出 沒有十個PPP 只有零檢出 沒有所謂的國際標準 所謂國際標準 大家用Codex拿出來 這Codex 允許你十個PPP 可是不要忘了 這Codex 它也允許各國 根據它的狀況 各國的特殊的民情 做若干的調整 所以不是 Codex所定的並不是 拜託 也不是聖經 並不能夠 裁中不能夠用 十個PPP 所謂的Codex的標準 來扑人老百姓 第三點我強調的是 這裡面 養豬的規模 有超過7000家 7169家 養豬廠 高達8成 它的規模在1000頭以下 也就是比較屬於小豬農 這個影響最大 8成以上 8成以上的小豬農 就是1000頭以下 我們養的頭數大概500多頭 這裡面1000頭以下的衝擊最大 這些對他們的衝擊 政府有沒有一些的補救辦法 或者是補貼的措施 蔡總統剛才的記者會 知智不提 知智未提 我們實在是想不透 他們在野的時候 是多麼高舉人民的利益 是多麼高舉的農民的權利 而現在在炒的時候 完全踢在一邊 他眼中只有他們的政治利益 所以我要強調的是 我們看到最近 美國跟台灣 不斷的所謂的關係往上提升 這裡面是不是 裡面有很多的一個暗示的交易 黑箱的作業在裡面 蔡政府有責任向全民講清楚 那另外我再提一個東西就是 我們過去喜歡講一位俠儀 林杰寮 他在好幾次的報告裡面都提到 萊克多巴胺受弱菌吃了以後 會引起噁心、心悸、血壓上升 以及頭昏 這些症狀 這些症狀就是 當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以及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大家的 對於萊克多巴胺所擔心的地方 就是他口提到的 那所以我們要呼籲 我們要呼籲 所有的地方政府 當如果最後的大事 是擋不住要讓他進來的時候 地方政府其實是有籌碼 而且有做法 可以不要讓 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竹肉 進到校園裡面 進到他的縣市裡面 或者做肉乾的處理 這個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最後一點 我們再次的強烈呼籲 我們的黨團所提的 蔡英文總統 要為這一次的 這麼大轉變 應該來國會做過去報告 並接受我們立委們的 一些的建議 謝謝 好 再來我們請 腳安委員